哈囉大家好我是Poly 我是阿霞 俗話說得好 人怕出名 豬怕肥 請問食物怕什麼 難吃 錯 食物怕的是過氣 今天我們要來開 那些年我們追的過氣配食 不得不說台灣人真的是非常愛排隊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的東西呢 就算你沒有排過 你也一定有聽過它的名字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趕快來介紹吧 那我們先來聊聊過氣一號 特徵一 名比跟天氣有關 特徵二 大大小小的黑色方塊 特徵三 暴紅年代是2014年 大家想好了嗎 答對了 是雷神 衝啊三步並做兩步 手機當樓梯 家長拼命往上衝 跑到氣喘如牛腹喊累 趁大賣場還沒開門閒趕緊 卡位排隊 點門才開個縫已經有人彎下腰 準備展現軟骨弓往賣場衝 一開賣雷神巧克力瞬間秒殺 只剩被扯爛的烘箱子 你剛剛說暴紅年代是2014年 求學的時候 下課的話都會去找 而且還有同學說 都買得到 然後大家就會瘋狂去那一間店去看 可是基本上去的時候 都已經都沒了 如果你們是在想吃的話 記得要去Seven買 都買得到剩很多 還會特價 很快 現在吃吃也不知道 他當時在爆紅是什麼原因 因為其實吃起來有點甜欸 而且日本人說 其實這就是他們的 七七乳家的概念 你會去搶七七乳家嗎 你會去搶七七乳家嗎 不會啊 其實那時候我有搶過啦 我還真的沒有搶過欸 就是你經過便衣商店會覺得說 欸我進去看一下 但我不至於就是每間便衣商店 就去瘋狂的找 所以你有買 有啊有買過啊 我以前買過給你們吃啊 忘了忘了 那如果回到當年 過期一號你還會去搶它嗎 不會 因為它太甜膩了 而且其實那時候便衣商店 已經有出過類似這種 餅乾加巧克力口感的巧克力 所以我不太懂為什麼 那時候會爆紅 應該是日本來的吧 或是它叫雷神 Marvel電影的名字 哇 接下來歡迎過期二號 特徵一 乒乓五顏六色 特徵二 有個洞 特徵三 剛好年份2014年 你們想好了嗎 答對了 是Crispy Cream 長長的人龍聚集在店外 你沒看錯 這些人都是來買甜甜圈的 美國品牌甜甜圈 Crispy Cream去年進駐台灣 吸引大批民眾排隊搶先 爭議搶搶棍 長長人龍甚至還排到 隔壁洞大樓的轉彎處 相當誇張 這個東西在當年也是 大家為之瘋狂 那個排隊我記得在市政府的時候 排的有夠長耶 大家都是一盒一盒 12個12個這樣子買 那個時候我在吃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蠻甜的 在那一刻我其實就已經清醒 這個東西為什麼要排得那麼誇張 有人好像排了三個小時 才買到一盒耶 說真的它的樣式之的確很漂亮 很吸引人 過年的時候你買一盒12個 然後五顏六色小孩子看了就 哇好棒阿姨好好 那時候一定要叫阿姨了 那如果回到當年 你還願意花時間 排這個甜甜圈嗎 當然也是買 你太過甜 就是吃個一個 就已經覺得差不多了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買到12個就是 我自己也犯過這種錯 接下來歡迎過去3號 特徵1 11種飲料 特徵2 數字22 特徵3 報年份2013年 你們想到了嗎 答對了 這是青韻 3 дал你 給我一杯黃金比例 products 這款飲料當初爆紅的原因就是黃金比例 什麼是黃金比例呢 正常冰以及正常甜 其實我之前也沒有喝過翡翠檸檬欸 我已經忘了 因為我只喝過一口 我們喝飲料都是不喝有糖的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就說 一定要黃金比例真的非常好喝 但是我記得我當下喝了那一口之後 我沒有再喝第二口 今天就可以再來重新回味一下 好 那我先喝 因為是我的初體驗 茶香配上檸檬我是喜歡的 但就是太甜了 因為我們就是點了它主打的黃金比例 所以我們就沒有調過甜度跟冰塊 那我本人喝起來是覺得稍微有點甜 因為它你沒有加檸檬嘛 你不可能完全倒五糖 因為可能會太澀 其實如果它當年可以調甜度的話 我覺得它的紅度會更久 後面就有網傳媒體報導指出說 第一個是因為它們都不給調糖度嘛 然後態度上好像有一點強硬 以及加上它們在做飲料方面好像會 它可能會一次做完五杯飲料 然後再一次叫好五個人 就會造成好像排隊現場會有很多人 當然這個就是一種飢餓形象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有用這種手法 做的有點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就被大家拿出來討論 當然人紅的時候 就是很容易被人家出現有的沒的 就像我們 哈哈哈哈 開玩笑 那這款翡翠檸檬黃金比例 如果回到當年 你還會再去買它嗎 不會 接下來歡迎過期四號 特徵一 油奶味 特徵二 油炸食品 特徵三 冒冒年份2017年 你們想好了嗎 答對了 是胖老爹炸雞 營業時間一到排隊員朝一個接一個 每蘋果雞翅雞腿雞塊通通下到火鍋 才能跟上客人下單的速度 這家連鎖炸雞店被網友狂推 比速食店的炸雞還要好吃 都很早就訂了 其實之前有夠紀念 之前等的話 等一個多小時吧 因為其實我們家附近就有開間胖老爹 然後在他非常紅的時候 早上11點的時候打過去訂 結果他竟然要說 下午三點才可以聚餐 有一次我們要等到將近四個小時耶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吃它的時候 我平常心說我是蠻喜歡的 因為它的皮就是蠻脆的 肉也很juicy 但是它主打的那個美式奶味 我就不太喜歡 我還是比較喜歡吃肯德基的 但它目前還是有排隊人潮 只是沒有那麼多 現在打電話去訂的話 也大概20分鐘就可以拿到了 這款呢 它還是有它的穩定客群在 我想是因為台灣人特愛吃炸雞 以及它的奶香味特別迷人的原因啦 那如果回到當時 你還會在必定花那麼多時間 等這桶炸雞嗎 接下來歡迎過期五號 特徵一 讓很多網美拍過照 特徵二 女人願意為了它伴仇 特徵三 爆年份2018年 我知道你們一定覺得很煩 但我們還是要 你猜到了嗎 嘶 答對了是髒髒包 We did it We did it We did it Yeah 一口咬下卡士達巧克力爆漿 外層厚厚的可可粉沾整臉 這越髒越夯的髒髒包 讓高手是這家的午餐烘焙坊 麵包師傅做到半 挺便600顆賣光光 等客人一開賣 這家店裡急急急 都是人幾乎沒有空間 外頭更誇張 人潮起爆其樓 T恤停到沒了通道 占據車道 當初有多少女人為了它 妝容都可以不要管 這不是每天IG在洗版的東西耶 比什麼化妝品啊 口紅啊什麼 都是放一邊 全部都是髒髒包 每個人都是黑臉 而且我曾經有質疑過 是這個真的臉會那麼髒嗎 結果直到我那一次吃 我就覺得 他們沒有在做作 真的會這樣子 所以你也當過王美 我不是王美 我是王超 那王美要怎麼當 來我們教你 3 2 1 有嗎 有嗎 我有髒嗎 沒髒耶 有啦 其實就是嘴唇這邊一點點而已啊 那請問吃到臉上那些王美怎麼回事 故意的 是這樣吃嗎 沒有啦 可能是因為我們有冰在冰箱 所以它的那個巧克力粉都凝固了 才沒有這樣鋪在我們臉上 然後現在的髒髒包非常的難買 我們這個還是特別打電話去預訂的 記得當年呢 每一間聖娜都有賣這個髒髒包 所以這次我們要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打去聖娜 我聖娜說 喔不好意思 現在全省的門市都沒有在賣這個東西了 這個我們也是打了非常多先 才好不容易找到這一件是在新裝 真的是從去新裝買 真的找不到耶 太誇張 我們只要走過經過麵包店進去 欸沒有 但是黑眼痘痘還有 當時當包就已經消失了耶 為什麼黑眼痘痘還有 其實我覺得它還是可以一個 放在麵包店上繼續賣的東西 有人看到還是會想要買吃吧 回到過去我還是會再買 不會在拍照而已 還是會在拍 因為那是一時 你有你就是fashion 欸不行 我覺得我們要回到當年那種感覺 我們直接自己撒可可粉 快點快點原相重現 可不可以當網美就看這一刻了 3 2 1 喔 有 妳身口紅滿好看的 這樣美嗎 2018年的美感我不知道 好啦希望妳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要記得喔 訂閱我們 按讚分享以及開啟低咚小鈴鐺 最後 IG Facebook也請記得追蹤喔 一定要訂閱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妳擋到我的臉了